这时候我们就安静我们自己一背心 我们要来开始今天早晨的崇拜 在圣殿中五天下的人 在众面前永运能处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安静自己 求圣灵光照 洁净我们 让我们带着首戒心惊来朝见我们的主 请听神的话 义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政治人的赞美是合一的 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 用识弦色歌颂他 因他向他唱新歌 弹得巧妙 声音洪亮 因为耶和华的言以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照 万象照他口中的弃而成 他寄集海水成蕾 收藏生羊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欺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 贵宜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 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卷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是的 感谢主 我们都蒙生地卷选 成为他的儿女 要来到他的殿中一起得来 敬拜一起得来赞美他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然后我们以这一首的诗歌 来用代主为王 我们一起得来换福 因为他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让我们一起开心开口 我们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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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他 尊他 万王之王 每秒音乐充满宏盛 李宗盛 李宗盛 每秒音乐充满宇宙 歌颂上的表扬 我心俗心宏盛 李宗盛 李宗盛 耶稣救恩豪盛 ency 李宗盛 李宗盒 李宗盛 ート 李宗盛 李宗盛 聚歌 尊他 跟坛 李宗盛 到祇写已保正的爱 用爱神的儿子 納刀化成仲盛 因祂变伤我的释放 罪恶不再作网 世上一切如伤 祂已经自定长 老苦中胆全交托 祝福心踏踏踏踏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 祂是万王之王 耶稣 祂是万王之王 祂是万王之王 耶稣 祂是万王之王 勇敢生命之主 祂已战胜死亡 祂已战胜死亡 祂祂敌人的梦救出 祢祝福福福大能 祂来高歌万场 祂获得神高阳 祂在这堂 world 祂是万王ixed 祂会 祂他 祂大 힘� 祂祂 祂就 pos merchant 祂祂 祂阜 歌颂祂的美名 欢世尊祂之上 世界一切君王 屈膝敬拜高阳 世上荣华无法相逼 祂是万皇之王 世上荣华无法相逼 祂是万皇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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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祂是万皇之王 祂是万皇之王 耶稣祂是万皇之王 祂是万皇之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世了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何等的感恩能够来到祢的面前敬拜祢 因为祢爱我们的言故为我们从天而降 祢爱我们的言故为我们降生在卑微的马槽 因为爱我们的言故为我们走上了十架的苦路 爱我们的言故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打破你的身体 流出你的宝血 爱我们的言故你三天后从十里复活 升天坐在前人父上帝的右边 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 要拯救我们 使我们能够来归向你 我们再请蒙女卷选成为你儿女的孩子们 我们何等的感恩 何等的蒙福 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 能够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要献上一些的感谢 连来到你面前所有的众儿女们 都蒙你的恩典 蒙你圣灵的引导光照 蒙你自己大大的赐福 也你自己也赐下你的话语 借助你的仆人以归心传道 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解开 使我们听了心中领受 并愿意遵行主你的道 使我们这一生成为蒙福的人 因为我们造作你的话语去行 也你赐福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 从头到末了 也你的灵引导着我们每个人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落 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要把一切荣耀称颂都归给你 赞美你 感谢赞美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神 祂是如此的爱我们 让我们 这时候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 再次来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圣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真尼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鱼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是的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是那善未一体 高高坐在宝座上 创造宇宙万物 整个世界的主 我们何等的感恩 我们要继续地来 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祂对我们的爱 是不离不弃的爱 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因为祂应许永不离弃我们 也不撇下我们 让我们一起这首诗歌来赞美感谢我们的神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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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担当 祝福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去墓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风险的慈爱 赐给凡秋歌匿名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怜悯如江的游流 在我的人面前摆设演习 使我的父辈满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宁愿 使我领受风声提恩典 没有一个诱惑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去墓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风险的慈爱 赐给凡秋歌匿名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怜悯如江河涌流 在我的人面前摆设演习 是我的父辈满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宁愿 使我领受风声提恩典 你曾经渴望过 一个永不感愿的爱吗 人世间的海枯石烂 都是会过去的 但我们的神 祂却是一位守约思慈爱的神 没有一个忧患 祂不愿意担当 没有一个重担 祂不愿意背负 祂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祂爱你就爱你到地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是我的父辈满意 是我的父辈满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是我的父辈满意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风声提恩典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风声提恩典 是的 感谢神 感谢神那不离不弃的爱 没有一样的忧患 祂不愿意为我们承担 没有一样的事 祂不顾念我们 祂是如此的爱我们 我们面对上帝如此的爱 我们愿意怎样来回应祂 我们是不是愿意 把我们的这一生奉献给祂 来侍奉祂呢 无论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 面对任何的困难 无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 面对的是任何的试探 试炼 挣扎 我们都愿意 让我们的这一生能够来 荣耀祖 见证祖 高级祖的名吗 愿我们愿意 以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献上来回应祂的爱 我们来唱这一首的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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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h hjelού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E척 � Ary XX reconstruction 南酒 N retained culture Ghost 척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跟随耶稣 我提出 献上生命 以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因你恩典 是我的一世风云 你的寻找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 每期时间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你如何为我生命 赐给我 属于你的梦山 带下你 过孤独在天上 赐给我 愿怕我 愿怕我给你厉害 愿怕我给你厉害 愿意这次 生疼老乡 我的生命献给你 每期时间跟随你 每期时间跟随你 愿意地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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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为我生命 你如何为我生命 给最爱的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 是的 主啊 我们真是愿意爱你 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因为我们这一生 背起我们的实际下来跟随你 无论在任何的道路上 无论在你一间的困难 主 你的力量是够我们用的 让我们靠你能够得胜 靠你能够活出荣耀你的生命 彰显基督的荣美来 我们如此献上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领求 阿们 感谢神 神路上的爱我们 愿我们都愿意如此地来回应他 这时候我们要来读 今天的正道经文 今天的正道经文是记载在 《路加福音》第4章 第1到第21节 《路加福音》第4章第1到第21节 我们可以翻开圣经 或者看荧幕一起的 听我来念这段的经文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耶诞河回来 圣灵引他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 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回答 经上记着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魔鬼引他上到高处 下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全并荣耀 我都可以给你 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所以只要你下在我面前 拜一拜 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 耶稣回答 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从这里跳下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他为了你 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 又系着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 耶稣回答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 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穿遍了周围各地 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 很受众人的尊宠 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 照着习惯再安息着进入会堂 站起来要读经 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 他展开书见 找到一处 上面写着 主得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告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又宣告主耶稣人的喜年 他把书卷卷好 交还示意就坐下 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 他就对他们说 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 读经就到这里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有宜贵心传道 来到我们线上 与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 宜贵道 曾经 毕业于马大之后 就在永平的独立中学教书 前后15年 过后就在马神完成了他的道学的硕士 并在Segamat的长老会 侍奉了7年 如今他已经是 唯一位的自由的传道者 他也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长老大会 担任关怀的这个组长 那么同时他也是马来西亚 这个动力 这个组织 就是Kairos课程的这个培训师 以及统筹 今天非常高兴 他能够在我们的当中 与我们分享神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仪贵心传道 来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想要在这里 向上帝说几件感恩的事 第一件感恩的就是 在这个新冠肺炎肆虐的时代 我们还有线上的方式 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他 然后第二要感恩的就是 我们的神他是四个灵 他四个灵 因此我们可以用心灵跟城市 来朝见他 不管今天在我们的周遭 发生任何的事情 只要我们能够用心灵跟城市 来朝见主 神就必愿了 我想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时刻有这一种的方法的 敬拜的方式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顾念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还是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朝见主 今天姐妹我们在开始 传讲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这个时刻打开祢的话 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来认识我们服侍祢的人 我们属上帝祢的儿女的人 我们属天国子民的 而这个身份的人 主我们在人生的里面 我们要如何走过 这一个专注在祢面前的服侍 我们就求神祢的灵与我们同在 祢圣灵恩高我们讲的 听的都在祢面前蒙恩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第二姐妹 我想呢 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 其实我们都看过 在我们的生活中蛮多 OK 很多的这些的服侍者 或者是属灵的前辈 他们有一些人呢 他们有很好的起跑点 他们开始的服侍 蛮有能力 开始的服侍 能够敬畏主 爱主 然后一直服侍到他们 见主面 哇 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幅的图画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也看过什么呢 我们也看过有一些人 他们有很好的服侍 刚刚开始的时候 很热心的服侍 很火热的服侍 但是几年或者是十年 二十年过后 他们就开始冷却下来 甚至有一些人 甚至离开了教会 甚至有一些人 他们服侍金钱 服侍马门 服侍 在一个世界上里面 追求这些的 虚佛的荣耀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的 属灵的前辈 或者是我们周遭的 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有一些开始的时候 不冷不热 在他们的人生的旅程的里面 他们对属灵的似乎没有关心 但是呢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后 他们就开始很火热的来爱主 很火热的来侍奉主 一直见主面 我想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的里面 我们看过很多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可能都走过某一些的路程 我想今天我们要从 耶稣基督的身上 来看 服侍者 如何让我们专注 在我们的服侍的神的身上 有很好的起跑点 有很好的跑 整个服侍的奔跑的路程 甚至也有一个很好的结束 我想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要从 《马路加福音》4章1到21节 这两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来认识这一点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来学习这个宝贵 而且又非常重要的功课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从刚才主席 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当然我不会再重读这一段的经文 你若是注意看 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 把它陈列在你们的面前 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两种的颜色 一种是黑色的字 一种是紫色的字 也就是说呢 这一段的经文 我是把它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的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13节 第一节到第13节 这个主要是讲到耶稣基督 他面对的这个试探 是圣灵把它引到旷野 然后去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 然后下一半段呢 就是第14节到第21节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 他受了试探过后呢 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来 然后呢就讲到他的服事 我想主要会分成这两个大段落 那么呢在这个第一个的大段落里面呢 我们就发现到耶稣基督面对了魔鬼 撒旦的三个回合 我称他为三个回合 有三个回合的试探 那么是什么试探呢 对他的侍奉来讲有怎样的影响呢 接下来我们就会有更详细的来讲解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 他所处的上面跟下面的位置 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首先我们来看 在第一章 在第一章到第三章 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 其实甚至包括了 刚才我所说的 陈文长老为我们读的那个第一个大段 第一个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了 这ABC呢 这三个部分都是属于耶稣基督 他出来服事之前的记载 我再讲一次 在这个第一章 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 第十三节呢 这整段的经文呢 他主要记载的是 耶稣基督他出来服事之前的记载 包括他的降生 他的少年的时期 然后呢 他的受洗 当然中间还参差了耶稣基督的家谱 然后呢 来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在旷野受试探 所以呢我想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发现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他是被圣灵充满的 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他被圣灵充满 在受洗的时候 然后也紧着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 所以你看 他是在圣灵的充满底下 被圣灵引到旷野去 然后受试探了 然后呢 圣灵引他到旷野 OK 所以呢我想这个 这个是试探过后 耶稣基督面对试探了过后 他满有圣灵的能力 来服事我们的主 所以呢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在服事之前 所以呢 这一段集中我觉得很奇妙 啊我们 不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设置这一段 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 但是呢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奇妙 前面的三半段是收拾探 下面的后半段是讲到他出来 有全病的教训 其实在继续读下去的呢 就有全病赶鬼 医病 然后呢又赶鬼 然后呢 最后呢 在这个第四章 四十二到四的时间呢 就有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耶稣基督 不恋葬 名利 地位 全世 当众人 要求他留下来 继续的来服事他们的时候 耶稣基督 却离开他们 去各地各城各乡 把上帝的福音传开了 所以我想 这整个整个的大段落呢 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 很重要的信息 也就是说呢 这个整个耶稣基督受拾探过 他的服事呢 圣经讲什么 他是满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接下来的服事呢 每一件事情 我都称它为满有能力的服事 所以耶稣基督满有能力的服事 跟他在旷野所受的试探 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甚至这个旷野所受的试探 以至于影响了他在最后的时候 在克西马尼元 甚至在零被钉十字架之前呢 他都能够完成他的使命 所以呢 这一个的在旷野的试探呢 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时刻 所以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定了 我们的信息的题目叫 服事者的旷野 旷野的历练 服事者的旷野的历练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对我来讲 哇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OK 好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 你看 在一个服事上帝的人 或者说 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 或者又说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都必须要有旷野的历练 我再讲一次 我们都必须要有旷野的历练 怎样讲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说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的后半段 有提到什么呢 我们看耶稣基督出来服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他进了会谈 他说什么呢 他就打开了这一卷的以赛亚书 然后 指着 找到一处的里面 讲到主的灵 在我身上等等 然后最后呢 耶稣就对他们说 今天 这应验在你们的耳中 所以第二姐妹 耶稣基督出来的第一件的服事呢 就是 教训 天国的道理 把圣经中对弥赛亚的议员 告诉了当时的群众 所以呢 服事之前 要经过旷野的历练 一个人在服事的里面 要经过旷野的历练 这是圣经的原则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呢 也有许多的这一种的例子 例如 亚当 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用尘土造他 然后吹一口气在他的身上 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圣经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所创造的 也算是上帝所生的 所以呢 亚当他在执行他的那个伊甸园的任务 上帝把伊甸园交给他来管理 OK 然后上帝叫这些的一切的动物 由他来命名 所以他在执行任务 同时他也必须要面对考验 要考验什么呢 考验他是否能够当此重任 考验他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 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考验 那第二姐妹 亚当就面对了魔鬼撒但 化身为蛇的试探 所以呢 耶稣基督在这里 侍奉着开始之前 他面对这个试探 然后呢 亚当呢 和夏娃也同样的面对这个试探 这个试探呢 就决定了他们未来 这个试探呢 就决定了亚当 是否是上帝儿女的身份 这一个的试验呢 也决定了亚当 有没有资格 在伊甸园里面 成为伊甸园的管家 所以店姐妹 一个人在拥有天国的身份 一个人在服侍上帝之前 我们都必须要面对试探 在试探中 叫旷野的历练 我们再来看摩西 摩西他也曾经面对过 这个整个的旷野的历练 怎样讲呢 摩西呢 他一生120岁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的时段 第一个时段 是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了 然后第二个时段呢 就是他在旷野 米店的旷野 居住了40年 然后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他 以40年的时间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你看 后面的第三个阶段 其实就是他 侍奉上帝的开始 侍奉上帝的阶段 那么中间呢 其实就是 旷野的历练 他在米店的旷野 跟米店的祭司 就是他的岳父 岳特罗 住在一起 这个是一种的 生命上的磨练 旷野的历练 然后呢 摩西呢 他也陪伴着以色列民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40年的时间呢 他也经历了旷野的磨练 所以摩西 他能够成功的把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带入迦南美帝 其实跟他旷野的历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以色列的百姓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是上帝的子民 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帝 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 然后往迦南地去 所以呢 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以及他们是上帝子民的这个身份呢 也必须要经过考验 经过什么考验呢 就是38年 38年的旷野的历练 所以呢 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 并没有过关 以色列人的第一代 出来的那第一代呢 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死在旷野里面 没有 除了迦南 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之外 没有一个人进入迦南美帝 所以我们发现到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承受应许的人 我们承受上帝儿女跟国民身份的基督徒 还有我们要服侍我们的这位神 其实我们都要经过旷野的历练 为什么我们要有旷野的历练呢 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看下去 所以第二个姐妹 耶稣基督他出来服侍 他要完成神给他生生命中的托福 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旷野的历练 更何况是我们呢 所以第二个姐妹 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又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其实我们来敬拜神 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敬拜跟服侍 其实是一个同一个字 跟来了 所以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就是在服侍神 然后我们今天又有服侍的人缘 我也是一个服侍的人缘 第二个姐妹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每一个上帝的子民 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都必须要经过旷野的历练 第二个姐妹 什么是旷野呢 首先呢 旷野是代表什么 旷野是代表四面荒凉 环境很艰难 没有享受的时刻 也就是说旷野是没有电 今天我们住在家里面 现在可能你还吹着冷气 开着灯 我们开着电脑 我们都要电 我们在旷野里面没有水 没有水 没有电 然后呢 他的白天很热 晚上很冷 也就是说呢 这个旷野的地方呢 是不适合生存 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呢 旷野代表什么意思呢 旷野代表了就是受苦 受失恋 所以第二个姐妹 耶稣基督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 也就是说呢 他要在这经历试探的过程里面 他要受许多许多的苦 而面对上生命上的考验 第二个姐妹 你我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有旷野的经历呢 假如没有的话 我们的生命很难经得起考验哦 假如有的话 我们是得胜的生命的时候 第二个姐妹 我们的生命是经得起考验的 而且我们能够一直往前走 忠心的专注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然后一直到见主的面 所以这个旷野的历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这个以色列明呢 在旷野的这40年的漂流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要显明他们是否是上帝的选民 肯遵守他的诫命 为什么在旷野的经历里面 可以不可以决定一个人是肯遵守他的诫命呢 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然后呢 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走过了这一些 以色列人所走的路程 以色列人走过红海 耶稣基督有受过洗礼 施洗约翰的洗礼 就是在第三章就发生了 所以呢 这个以色列的路程 耶稣基督也必须走过这个路程 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 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 其实事实也代表了受苦和受失恋的意思 所以呢 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旷野的历程 显明了他是真以色列人 也显明了他是上帝的爱子 所以弟弟姐妹 我们所处在的旷野的经历 也同时要显明我们是真基督徒 是上帝的儿女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当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一段的经文的重要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耶稣基督在旷野的里面 他所经历到的这事情呢 我总结就是两个字 超越 他必须要超越 同样的我们的旷野的历练 我们也必须要超越 到底超越什么呢 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 他们也必须要超越 摩西的40年在米店 他也必须要超越 到底超越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回合 魔鬼对耶稣基督的试探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什么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就是说没有的吃 其实也没有的喝 也没有的喝 日子满了也就是说40天 在这个旷野40天 不吃不喝 耶稣基督就饿了 其实也应该包括渴了 没有吃没有喝 又饿又渴 你想想一下 一天不吃 现在我们好像一天不吃都 大汗 对吗 一餐不吃还勉强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的什么 一天不吃是不行的 更何况是两天三天更加不行 但是耶稣基督在旷野的这个 是40天 不吃不喝 所以呢 这里是又饥又渴 也就是说呢 是身体的需要 已经来到最巅峰的时候 我一餐不吃 我身体是由肚子会饿 但是我的需要还不是去到最巅峰 我只是觉得饿 两天两餐不吃 一天十天不吃 二十天不吃 三十天不吃 四十天不吃的话 哇 其实呢我们的人的身体呢 是完全的虚脱 我们是整个的身体呢 是处在极度的需要 食物跟水的情况底下 所以呢 这里第二节说 那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那他就饿了 其实在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需要 极大的一个需要 好 我想 我们若是饿了三天四天 不然间 拿食物给我们 可能我们的仪态 就不会注意了 哇 要斯文的吃 要用茶 要用筷子 我们饿了三天四天 可能用手抓那一个鸡腿 哇 直接这样子 撕来吃 对不对 但是 这个可以表明 四十天的那一种的饥饿 到什么一个地步 是非常 已经来到一个巅峰的 那个阶段 所以呢 那时候 魔鬼就给他 这一个试探 什么试探呢 跟吃有关系的 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后面就加了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所以呢 我们人的身体 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饿 要需要食物 魔鬼撒旦 试探就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试探 得胜的几率是很高的 我再讲一次 这个试探 得胜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 我们可以说 99.99% 为什么 因为40天不吃不喝 没有人能够拒绝的了 又吃 在这个时刻 吃一点 喝一点的 时刻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 几率非常高 魔鬼的试探 得胜的这个 的几率 所以呢 那么 他的时候就到了 他就来 试探耶稣基督 所以 弟姐妹 我们称它为什么 我称它为 我们要经历旷野的历练 第一 我们要超越的是 人生理上的需要 我再讲一次 人生理上的需要 也就是说 我们肚子会饿 我们需要吃东西 我们口渴 我们需要喝东西 我们累要睡觉 我们 累就要休息睡觉 这个叫生理上的需要 旷野的历练 第一个 就是要超越 我们的生理上的需要 吃 喝 睡 等等 这些 都要超越 所以弟姐妹 耶稣基督在出来侍奉之前 他必须要超越 人生理上的需要 摩西 在旷野的40年 他也必须要面对 这一个的 生理上的需要 包括摩西 在西乃山上 40天领受 十节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超越 生理上的需要 弟姐妹 也只有 超越 生理上需要的 上帝 的人 才能够 有效的 成功的 服侍这位神 才能够一生的 专注 行在 服侍的道路上 我再讲一次 我们服侍主的人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人 我们一定要超越 生理上的 需要 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 没有超越 生理上的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在 事奉面对到 一些的试探的时候 我们会跌倒 我们会妥协 我们会放弃 我们的使命 我们会放弃 神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我们又要回去 在世界里面打滚 所以呢 一个会专注 行走在 事奉道路的 基督徒 上帝的儿女 上帝对我们 是有要求的 我们一定要超越 生理上的需要 就算是饿死 我们都愿意 来跟随主 所以耶稣基督讲什么 祂说 你们若是要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 然后呢 甚至呢 要牺牲生命 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也就是说 我们要跟从主的人 我们一定要超越 一定要跨越 生理上的需要 我想很多 基督徒 在这方面 包括可能我自己 我们都不能够胜过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爱我们的身体 甚至我们在吃的时候 我们还很挑 还很挑剔 我再吃这一餐 我还要再加更多的好料 假如没有好料 我就吃不下 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 弟兄姐妹 做一个基督徒 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 我们一定要超越 生理上的需要 就算不吃不喝 为了真理 为了坚守上帝的真道 我们连牺牲生命都愿意的话 这一种人才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的 好 我想上帝 在这一件事情 让我们显明出来 让我们知道 所以呢 第二个 第二个 跨越的历练是什么呢 这个耶稣基督所经历到的 是我们一定要去超越的呢 圣经记载说 魔鬼又领耶稣上了高山 上世间 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然后对他说 这一切的权柄 这一切的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来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 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给你 所以呢 到底在这一 第二回合的试探的里面 耶稣基督要超越哪些呢 我想了过后 我把它命名为 要超越 心理上的荣誉感 我再讲一次 要超越 心理上的荣誉感 刚才是生理啊 刚才是生理 不吃不喝 肚子会饿 会渴 这是生理 现在是更 更高的一个层次 已经超越身体了 进入心理 我们的人的那种 心理的那种的状况 也就是说 一种的荣耀感 权势和荣华 假如我有荣华 我有富贵 我有权 我有事 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的地位崇高 在教会里面 我有很崇高的地位 可能我是牧师 可能我是长老 我有崇高的牧师的身份 天姐妹 耶稣基督 第二个回合 所面对到的试探 是 心理上的 一种的荣誉的感觉 荣誉感 所以 天姐妹 这是我们要超越的 而且是更难超越的 因为这是心理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我们想 这个呢 还记得吗 那个 马斯劳 他所设置的那个的食物 那个人的需要 有不同的层次 对吗 最高的需要是生理的 第二个就是心理的需要 我们要有一种的被肯定 我们要有一种的 实践的满足感 等等 所以这个是属于心理的层面 所以呢 魔鬼撒旦说 我把这一切的权柄 这一些的荣华 我都给你 所以耶稣基督面对到的这个试探 是属于心理层面的试探 他必须要超越 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试探 所以呢 要怎样才能够得着这个 心理上的荣誉感呢 魔鬼撒旦应许他 你要拜我 我这一切都给了你 所以耶稣基督 他要做决定 假如他要得到这些心理的这些的荣誉感呢 他就必须要归拜魔鬼撒旦 所以耶稣基督怎样回复他 耶稣基督说 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他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拒绝了 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拒绝了这种 心理上的荣誉感 的试探 所以基督徒 上帝的儿女 第一 我们一定要超越 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 这个的 需要 第二 我们一定要超越 心理上的荣誉感 然后第三 我们要超越的是什么呢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死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好 到底这个是哪一个层次的 试探呢 我们说第一个回合 是生理上的试探 第二个回合 是心理上的试探 那么第三个回合 是哪一个层面的试探呢 这个我在预备奖章的时候 我就一直的在思考 那么现在我也交给你们 第二姐妹 我们一起来想好不好 你想了 你当然不用告诉我 你放在心中 你仿佛的思想 等一下看传道跟你分享的 能不能够跟你有这一种的 找到共同的地方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哪一个层次的这个试探呢 我称它为 是灵性上的试探 我再讲一次 我称它为 灵性上的试探 是一种的骄傲 怎样讲呢 因为他可以支配神 怎样支配神 就是 耶稣上帝答应他 这个东西 他就用这个上帝的这个 所应许的 然后来支配上帝 叫上帝来做这一件的事情 所以 这是一种支配神 当我们要去我们支配神的话 为什么呢 我们是在高的 上帝在下面了 我指使上帝在做这一些的事情 我 我吩咐他去做这一些的事情 所以 我是在上帝更高的位置 其实呢 我深入的去分析思考了过后 我觉得 这个是一种的灵性的骄傲 灵性的骄傲 传到解经 等下我们会另外的 用另外的例子 来证明我讲的是正确的 第一个的证明 我们怎么是证明说 这个试探是一种 灵性上的骄傲的试探呢 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回复 来思考 耶稣基督怎样说 耶稣基督说 经上说 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 你不可以去试探主你的神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够用神的这个话语 来捆绑上帝 叫上帝来听你 然后做这一件事情 因为在这里呢 是告诉我们什么 在告诉我们神会保护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够用神会保护我们 这件事情 涵盖了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圣经应许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 他是我的牧者 他是我的避难所 他是我的保障 这样子的话 我就在马路的时候 说我要试一下 testing一下 我要testing一下 上帝会不会保护我 我看到罗里来 我特地冲过去 冲过去 罗里的前面 他一面来 我就冲过去 然后呢 上帝若是会保护我 他一定会救我 不让罗里创到的 哎 这个就叫做 试探 你透过上帝的应许 然后你去试一下上帝 到底他会不会真正的这样保护我 有些人说 我拿刀来 插自己 上帝会保护我 那我就拿刀插自己 看上帝会不会救我 不可以的 因为这一种 就是一种在支配上帝 而且呢 是在 与神的一种的 这种灵性上的一种的骄傲 所以弟兄姐妹 不可试探 主你的神 要支配上帝 来听你所做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其实很多基督徒 甚至属灵的牧者 在这几方面跌倒 等一下我大概会提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一定要超越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要超越生理上的需要 因为我们不会为了吃 不会为了喝 出卖我们的主 我再讲一次 我们一定要超越生理上的需要 因为我们超越生理上的需要 我们就不会为了吃 为了喝 然后出卖我们的主 像犹大这样 第二 我们一定要超越 心理上的那个需要 就是荣誉感 超越心理上的那种 诠释满足 荣誉感 因为我们超越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在服侍主的过程中 一生的忠心于主 然后专注在我们的神的服侍上 然后才有美好的结束 所以呢 就会有很好的起点 也有很好的路程 也有很好的终点 第三 我们在灵理上 我们在灵性上 一定要超越 那个灵性上的陷阱 灵性上的陷阱 各位姐妹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 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讲什么 他说因为 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精神的骄傲 都不是重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呢 约翰一书呢 其实已经把这一种的试探 归纳成两三类 哪三类呢 第一 就是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其实就是生理上的需要 生理上的需要 第二呢 就是眼目的情欲 你眼睛看到 你就进入你的内心 你的心里 就开始起了变化 所以呢 这个我称它为 心理的因素 然后呢 精神的骄傲 精神的骄傲 其实这个是灵性上的问题 这是灵性上的问题 所以我称它为 灵理 灵理的因素 然后另外一节的经文呢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 也同样的 那个是夏娃 面对试探的时候的圣经的描述 圣经怎样讲 于是 女人借那棵树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所以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同样的 这一个 夏娃在伊甸园所面对到的试探 我也一样的把它归纳为三类 三类的 第一类就是食物 你看 可以吃 其实夏娃还没有饿到 像主耶稣这个地步 对吗 主耶稣是40天没有吃 夏娃是天天有的吃 而且伊甸园上 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除了分别善恶素的果子 不可以吃而已 她只是一样不可以吃 全部都可以吃 所以呢 她不是很饿 其实她的身体上还没有到 那一个的需要 但是呢 她却在第一个回合的试探里面 她跌倒了 好做食物 第二呢 越人的眼目 眼睛看见 心里面喜欢 越人的眼目 这个是一个心里的因素 最后 能够使人有智慧 圣经讲什么呢 撒旦是告诉他 你吃了过后 你就能够像上帝一样 能够分别善恶 分别善恶 你就跟上帝一样 能够分别善恶 所以这边讲 能够使人有智慧 就是像有神的智慧 能够跟神平等 甚至呢 能够超越了神 跟像人 像神一样 能够分别善恶 所以这个是一种的 今生的骄傲 这个是一个灵理 灵性上的一个骄傲来的 天姐妹 我们发现到 无论是创世纪 无论是摩西 无论是以色列的百姓 无论是耶稣基督 在出来传道服侍之前 他所面对到的这些的试探 甚至连使徒约翰 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 他都同样的把试探归纳成这三类 所以天姐妹 这个是今天基督徒要超越的 我们服侍上帝的人 要超越的 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的人 我们要超越的 我们要成为上帝国度天国的子民 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三件事情 然而 刚才我在引言的部分 我就已经跟第二姐妹提起了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可能我们自己都走过这个人生的历程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属灵的长辈 他们也在走过这些的历程 我们看到有些有很好的起点 很不好的结束 有很好的起点 有很好的过程 也有很好的结束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不好的开始 但是也有很好的结束 天姐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要面对的旷野的历练 我们没有去面对 我们没有去处理 我们没有去解决 我们没有经过考验 我们就来侍奉上帝 我们没有经过考验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人生的旅程的里面 我们的属灵的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跌跌穿撞 甚至呢 有些离开了神 甚至有些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为钱 事奉 为名利 事奉 为了荣誉 事奉 所以你看今天 我们的整个教会界里面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混乱 Macham-Macham-Macham-Betton的牧者 Macham-Macham-Betton的长老 我不是讲你们的长老 Macham-Macham-Betton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没有去对付这三件的事情 到底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胜过呢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胜过呢 各位姐妹 接下来最后一个slide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超越 要怎样超越呢 这边告诉我们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月荡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怎样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 我们不能够说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他一定胜过 这样子的话这个试探一定没有意义的 那个是在演戏 耶稣基督会得胜这个试探呢 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活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 我再讲一次 耶稣基督活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 耶稣基督圣经有两节的经文都在讲 都提到同一节的经文提到圣灵两次 第一节他就讲到圣灵充满 然后第一节又讲到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所以弟弟姐妹 活在圣灵的里面 被圣灵充满 什么意思就是被圣灵掌管 让我们顺服圣灵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意识 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引导的里面 我们愿意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圣灵 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的心思意念中 这个叫被圣灵的充满 那第二呢 耶稣基督他如何能够超越呢 我们发现到他必须要熟悉上帝的话 其实熟悉上帝的话 我要讲得更清楚一点 他必须要明白圣经的行义和圣经的原则 所以弟弟姐妹 我们可能我们读很多圣经 我们可能在读经的时候 人家问你你读经圣经你读几遍 可能你可以告诉他我读十遍 可能你可以告诉他人家我可以读五十遍 但是你读的多读的少 其实关键不在这里 关键是在于你所读的圣经的里面 你能够去理解 你能够去明白 然后你能够去遵行 你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的里面 你愿意顺服多少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耶稣基督他懂上帝的话 他也愿意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 我们懂是一回事 你愿意降服神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 愿意遵行神的话也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弟弟姐妹 要如何能够超越这个试探 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侍奉着我们上帝的天国的子民 我们一定要常常活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 圣灵的充满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是那种说谎言那些东西 不是圣灵的充满 是被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 那个主权是圣灵来掌管的 不是我来做主 是圣灵在我生命里面来做主的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 第二我们一定要熟悉神的话 而且对神的道呢 要有原则性的掌握跟了解 然后愿意把它活出来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胜这个神秘的那个试探 所以呢 侍奉着的旷野的历练 弟弟姐妹 在我的神秘的里面 我走过一次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信主 我在马大读书的时候第一年 我去到吉隆坡 我第一年我就信主了 我信主了过后 我就在教会里面那时候在圆道坛 我在圆道坛信主 在圆道坛接受招培 摘培 接受培训 然后也在圆道坛洗礼 然后呢 我在圆道坛里面呢 我信主了过后 我非常的渴慕上帝的话 圣经半年我就已经把它读完一遍 所以呢 我在读大学的那段的时间 我读圣经是很群劳的读 然后呢 我很喜欢购买属灵书记 我的父亲寄给我的那个生活费 我一定拿30%出来 是拿来专专买属灵书记来阅读的 所以我在大学的那个阶段的里面 其实我的生命当中 我非常的渴慕神 因为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 阴暗 也有很多的那一种的自我 有很多的罪恶 也有很多的那一种的捆绑 后来在神的话语里面 慢慢慢慢的得到释放 在我的生命的历程里面 我的里面的内心呢 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对付的 但是我没有去对付 我就参加侍奉 然后呢 也参加广宣队在吉隆坡 然后就在吉隆坡呢 上帝呼召我 上帝呼召我 要全时间来读神学 然后出来在教会里面侍奉他 但是我内心里面呢 其实我有自己本身的内在的隐藏住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还有许多生命要去对付的 后来 我就大学毕业了过后 我就回来永平 我回来永平里面 我就在永平读中教书 所以刚才成文长老就有分享 我的这一些的 我的履历 我在永平中学教书 然后我在教书的时候呢 其实呢 在我的内心的深处 我是希望能够赚钱的 所以呢 我就做很多的投资 一边教书 一边做投资 也种了很多 人家觉得 是会赚大钱的那些农州 那所以当时我就种了农足果 因为当时农足果 刚刚开始嘛 我就种了农足果 我是希望能够 种这些好赚的 然后能够发达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的内心的里面 我的 我的父母亲 我们的家庭是比较喜欢 把孩子拿来做比较的 所以呢 常常也把我们拿 跟我们的堂哥 我们的叔叔 他们拿来做比较的 所以我们的家庭里面 成长的孩子呢 每一个人都是很竞争性的 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呢 在人生中 壮大钱发达的 然后呢 在家住的里面 就扬眉吐气 人家就会讲 哇这个人 哇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天赚多少钱 哇买多少段巴 然后 银行里面多少的储夕 其实我们的家庭里面 常常都在谈这些东西的 所以在我们的 小小的生命的里面呢 其实我就是希望 我能够 赚很多的钱 然后发达 在整个家庭的里面 扬眉吐气 那个是 我是基督徒 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所以 我回来永平的时候呢 我一边教书 我一边做投资 一边做生意 希望能够 啊 满足这种内心里面的 一种的需求 所以呢 弟兄姐妹在我的那个 整个的 做生意的那个阶段呢 其实 我的内在生命的问题 全部浮现出来 我做事情不择手段 然后 我也跟那个 啊 做我这一行业的人 我跟他竞争 我希望能够打倒他 能够超越他 能够胜过他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的生意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因为有这一种的想法跟心思意念呢 所以呢我就 不断的扩充 不断的扩充 不断的发展 我的生意越扩充 越发展 越大 甚至我那时候做开的书店呢 都去到啊 霹雳州 去到啊 啊 霹雳州啊 霹雳州比较远了啊 甚至都去到这样靠近槟城 整个zoho我都跑遍了 所以就是一直不断的发展我的生意 啊 所以呢 在这一个人生的历练的里面呢 啊 哇 那时候就很骄傲 那时候讲话也很大声 啊 那么对教会的牧者讲话也很没有礼貌 啊 你看 什么pattern都跑出来了 什么pattern都跑出来了 一个 有奉献行之 就是上帝福召去读神学的人 但是生命的里面啊 隐藏住的那种那种的自我 却慢慢的在这一种情况下醒悟的出来 甚至在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没有什么原则 没有没有遵守什么的原则的 只要可以赚钱 我都接受了 所以我想在我的人生的里面 上帝就是对付我这一点 然后在97年的时候 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呢 啊 我的生意就忽然间垮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越发展越快 我后面挖了一个很大的洞 我还不知道 当这个 当这个 啊 那个经济萧条的时候呢 啊 看生意的那个收入就一减少 后面的洞才露出来 每天要补银行 要跑 要跑银行 要跟人家借钱 来补这些洞了 所以最后呢 我的整个生意就垮掉了 差一点啊 被盼入穷击 所以这样子妹妹 我有十多年的时间 就在这一种的 旷野的里程中 在这个旷野的里程中 一无所有 想要发达 想要扬眉吐气 想要 啊 在人的面前呢 风风光 在家族的面前 成为一个 让人瞩目 谈论的一个人物 但是呢 上帝却让我在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 一无所有 还欠一屁股的债 这样子妹 这个就是我的人生中的 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击 一个极大的打击 所以呢 啊 经历了十多年 这种黑暗的 这种人生的事情 然后慢慢慢慢的存一点钱 把钱 拿去还给人家 我记得那时候在我最 最最糟糕的这一个 啊 的情况的底下呢 啊 我跟我父亲做工 我父亲就拿一段巴 给我去做 然后我 我帮他做他给我薪水 我 我 我常常呢 啊 今天做工就今天 跟我老爸拿薪水 我把老爸骂我 说什么 他说你像印度人 啊 做了工一两天就要拿薪水 其实那时候我连买奶粉 给我儿子吃奶粉的钱都没有 所以上帝把我击打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把我整个人粉碎 把我的那种的虚荣感 那种的骄傲 那种的啊 想要透过这些金钱 这一些的名誉 权力的来肯定自己的 这一切完全在上帝的管教的底下 完全被粉碎 我变成一无所有的人 没有尊严 啊 这些外在的啊 用金钱建立起来那一些的荣誉感 完全都被 撕毁 啊 过后上帝才慢慢慢慢的 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 看见我的罪 一条一条的在神的面前认罪之外呢 然后跟上帝福求求生怜悯啊 上帝也的确怜悯我 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 啊 我才 回应神的呼召 进去神学院 啊 读神学 以至于 后来就有一个 啊 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满庆娘 天姐妹 我回想 我们要侍奉神的人 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内心里面 三个层面的 那个的 啊 一定要超越他 第一个呢 就是生理上 生理上的 我的身体 吃 你喝 算不得什么 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 他是我的神 他要怎样用 就由他来用 第二 我们一定要超越的是 心理上的 荣誉感 名利 地位 权势 第三 我们一定要超越的是 灵力的骄傲 灵力的骄傲 这样子 我们一生 才能够忠心的 服侍主 我们一生 才能够专注的 服侍主 我们一生 才能够 完美的 跑到终点 愿天姐妹 我们今天这个信息 还有我的个人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的共勉 奔跑这一条 属天的道路 啊 耶稣基督的经历 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 今天我们要 成为上帝的儿女 要成为天国的知名 要成为一个 成功的服侍者 我们一定要跨越 这三件事情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自卑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的国度 与人间的国度不一样 你的丰盛的应许 与人间的应许也不一样 要承受你的国的 必须要按照你天国的原则 才能够 我们在你面前 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也从亚当跟夏娃 还有以色列人和摩西的身上 我们都看见这个的原则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你用宝血 所买树回来的 我们是你所爱的 愿神你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 我们要走过这个旷野的历练 让我们能够磨掉 我们内生理上的需要 而以神你的需要 为我们的生命的优先 让我们在心理上 能够舍弃一切 能够以神你为我们心灵的满足 我们在灵性上 更能够常常谦卑降服在你面前 等候在你的里面 以至于 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 引导我们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能够专注的 我们能够 持续的 有效的 成为一个服侍者 我们向你祷告交托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是的 我们 我们非常的感谢神 今天借助他的仆人 遗传到 再次将他的信息显明 我们人生所面对的 常常就是 耶稣所面对的 像这样的一种的试探 而我们能不能够靠着我们的主去超越 我们的主 靠着圣灵的大能 能够超越 我们靠着我们的主 靠着圣灵的大能 我们能够超越 我们谢谢遗传到 把这样的信息来告诉我们 也把他本身的一些的经历 来与我们分享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服侍者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都可能 都每一天都会面对 这样子的一种的试探 每一天都在经历 但愿我们真的是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超越 以致我们能够靠主得胜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来荣耀主 这时候我们要来举行奉献 我们要一倍心 来奉献给我们的主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现在马上把这个奉献 带到圣殿 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金钱 放在一个袋子里 或者你可以转账到教会的户口 这个时候我们 记得我们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仍然要把感恩的鸡 我们当那的鸡 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 一起的来献给神 这是我们来回应 爱我们的主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也这时候也要为 做我们的这些的奉献 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 天后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你为我们付出了世界上最艰苦 最艰难一切的代价 也为助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胜过的这个试探 主啊 让我们能够继续向你学习 我们要超越这一切 好 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 使我们的生命得你的喜业 我们也谢谢你供应我们 每一天所需要的 你就是爱我们的主 你们知道得获财的力量 都是你所赐的 我们如今愿意献上我们的奉献 献上我们的金钱 来表示我们对你的爱 来在你的国度里头 参与在主你的教会里头 愿意自己赐福每个甘心乐意 在你面前奉献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欢迎以及报告的时间 首先要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线上一起的来崇拜 非常的高兴 我在这里再次的来通知大家 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崇拜之前 就是10点半之前 10分钟我们都邀请弟兄姐妹 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线上 我们可以开放让大家可以交流 大家可以彼此的问候 彼此的关心 也预备心来崇拜 然后每一次崇拜结束之后 我们也有开放一个10分钟 让大家也能够在线上 继续的来交流 继续的来团契 虽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实体的崇拜 但是我们盼望在崇拜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彼此 能够与大家有一些的问候 能够彼此的团契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记得 早一点的这个上线来崇拜 那么崇拜完了也不要这样快的下线 我们可以彼此的做一些的交流 那么我们也欢迎 今天渔川道也是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的敬拜 并且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 我们也要谢谢他 愿神致富他在主里的劳苦 我们看一下下个星期 这个上个星期 我们的崇拜人数是39人 奉献就还没有记录到 希望下个星期我们有更多的记录 那么我们崇拜继续会用Zoom的方式 那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我们不晓得到什么时候 但是目前用这样子 线上Zoom的方式 是教会觉得是最理想的 请弟兄姐妹也记得去邀请 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 告诉他们 我们何等的重要 主日每主日 我们都要来到神的殿中 一起来敬拜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个的消息 这个奉献 我们也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了 无论是你可以转账 无论是你可以把你的奉献放住 收在一个袋子里 那么都可以 那如果你转账了之后 记得把你的这个转账的收记 寄给我们的干事 凯乐弟兄 那么让他有一个的这个记录 好 接下来 那么我们从八月份开始呢 我们教会 每一个星期三 之前我们是祷告会 目前我们会 改成小组 就是每一个星期三 我们有一个小组的聚会 八点到九点半 然后 最后一个礼拜的星期三 我们就会 举行祷告会 全教会的祷告会 大家一起来 用祷告的形式 来敬拜神 来仰望神 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 可以出席星期三 晚上的这个小组 让我们在小组当中 有一些时间 有一些机会 彼此的分享 特别我们在小组中 可以分享 我们主 这个 主日崇拜的信息 大家有什么领受 还有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当中 大家有什么的领受 大家有什么的疑问 想要知道的 因为我们要更加清楚 认识神的话 那么我们才明白神的话 知道如何去做行 那么我们也 大家一起的 玩一些游戏 唱唱四个 我们来赞美神 彼此的代祷 所以很盼望 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的来 线上 团契 不要失去这样宝贵的一个机会 我们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 星期三晚上 都一起的来线上 跟我们小组 然后第四个 星期三或者最后一个星期三 我们就会一起的 进行祷告会 下一个 那么教会将在2021年 推动这个读经运动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已经读了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的圣明节已经读完了 目前就在读住 这个路加福音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继续的来读 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神的话 我们才有机会去遵行 才明白神的原则 但如果我们连读 我们都不去读 我们就没有机会认识神 明白神 所以盼望我们大家一起 愿意更做教会的这个安排 我们每一天读一段的经文 成为我们与神更亲密的一个时间 那么之前我们的这个读经运动 我们从一月份开始 但是从四月份开始 我们就有通知 说我们教会会准备一些的小礼物 来鼓励弟兄姐妹 那么在四月份 直到七月份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四个月的 或者你完成了三个月两个月 都可以跟教会的理事来登记 我们将准备一些的小礼物 来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在今年能够完全 完成整个的这个读经的运动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 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就是 我们也很乐意的为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服务 当如果你的奉献 你没有办法做转账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奉献收在家里了 然后你通知我们的这个弟兄 就是列强弟兄 或者是情信弟兄 我们会安排去到你的府上 把你的这个奉献收了 然后归到这个教会里头 这是为了有一些弟兄姐妹 如果你这样子的需要 我们很愿意的来服侍你 还有这个是下周的主日崇拜的 这个侍奉人员 那么讲到的经文是在 中家福音第八章一到十八节 讲言是终必信传道 主席是董情信弟兄 敬拜的主领是黄静怡姐妹 那么在这里也有一项的特别的报告 就是我们的董情信弟兄 徐美慧姐妹 上帝刚在昨天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那么美慧姐妹跟孩子都很平安 在今天中午将会回到家中来休养 那么我们在这里来祝贺他们 也愿神赐福他们 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 美慧姐妹也在这段时间 身体很快的回复健康 这是我们大家庭信价的一个成员 我们把一切荣耀给给神 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的 为做一些事项来祷告 我们要一起的来为做教会 为做国家 为做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的来向神献上 我们的祷告与仰望 天后上帝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 主啊你是怜悯的神 你是世慈爱的主 你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主啊我们都带到主你的面前 你应许我们 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也要我们为做国家祈求 为做万人祈求 来向你举手向你呼求 主你都要垂听 我们恳求你自己是恩 特别怜悯我们的国家 目前所面对整个经济 政治疫情各个的问题 主啊特别整个政治上 有一些的大的一些的动荡 主有你的钱 你的大能掌权 在我们的国家 因为我们生成一些权兵 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愿你自己带领我们的国家 进入一个平稳健康 真正的这个为做人民 来服务的政府 主啊被你所选招来带领我们的国家 我们就把这些仰望你 我们不能做什么 但是你能够 我们相信我们 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呼求 主啊你要施恩 联名我们的国家 好像这个政府 真的是能够带领国家 引离脱离这个疫情的这些的威胁 并且能够使整个的国家的经济 能够更快的好转 并且能够公平公正的对待 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民族 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和谐繁荣 大家能够和睦共处的一个国家 我们求你致富给我们的国家 带领我们的国家 特别在这个疫情 非常严重的情况 很求你自己的恩典 连免临到我们的当中 特别保守主你的孩子们 主啊无论处无论入 无论在何处 主你的恩典 主啊你的连免 主啊都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处处都小心谨慎 更是由你自己特别的看顾 我们都把这些仰望交托你 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整个教会 前面的发展 无论是我们在这个线上的崇拜 你自己带领弟兄姐妹 都能够一起的来敬拜 我们所推动的小组 主啊恳求你也感动 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愿意 来到小组当中 我们彼此团契 彼此分享 彼此激励 激发爱心 好叫我们身体渐渐成长 像基督一样 来荣耀主你的名 也求你自己亲自带领 教会前面福音的工作 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 教会并没有停顿 主啊我们仍然知道 需要福音的人 主啊是何等的多 主啊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份 让我们愿意在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 得时不得时 主啊我们总要得些人 我们总要来为你传福音 恳求你自己施恩带领 也恳求你自己保守 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疫情当中 主啊有一些身体有软弱的 主啊恳求你医治 恳求你自己亲自的 连绵保守 主啊让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 来朝见你来服侍你 有一些在经济上 或许受到影响的 主啊是经济上有需要的 主啊你自己亲自的 连绵恩待 来家庭 我们深信你是供应的主 我们就向你付求仰望 恳求你自己亲自的来供应他 使我们在你面前毫无缺乏 使我们在你面前 有蒙受主你自己的恩典 我们恭敬的吧 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面前 谢谢你 施恩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如此仰望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现在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 来回应我们的主 主我愿跟随你 我们盼望我们听了今天的讯息 我们真的是愿意去回应主 我们愿意一生好好的来跟随主 不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 我们都愿意超越 我们都愿意牺牲 我们都愿意为主来献上 你的火在我心 使我照步不偏离 令我走这人生的路 你的爱在我心 比与我同行 牵我的手走下去 你 主啊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献给你 为你的呼召来爱你 坚持一生不偏离 主啊我要跟随你 主啊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献给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取名 将我一生献给你 主啊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献给你 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取名 求你用我做你的取名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求你用我做你的取名 求你用我做你的取名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引导 常与我们同在 好叫我们靠着主 胜过人生种种的试探 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 来荣耀主的名 直到见主的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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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可以在线上 大家一起来提此的来交流 那么也请所有的理事注意 我们过后也有一个短短的讨论 请理事们都不要下线